苗栗县人口高龄化情况严重 65岁以上的长辈人口是越来越多 为了达到延缓失能目标 头份市卫生所争取到国建署补助 建制新元银法健身俱乐部 搭配专业的教练来指导 还有健康整合式评估 让长者活出健康与欢乐 长辈动一动话家常 提升身体健康与生活乐趣 头份市卫生所透过苗栗县政府支持 成功申请国建署银法健身俱乐部补助计划 不仅添购各项健身设施 也整合公卫资源服务 成为今年第一处 也是目前唯一由政府机关执行的据点 在各个地方不限于卫生所 它申请的地方就是包括社区的官网基点 这个日照中心 学校 机关 甚至于刚刚苗栗也有一个公所来申请 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 所以很多的地方只要你有闲置的空间 或者是可以符合我们长者来做运动 但是要注意安全的设施 我们对单线就是老人的行动 他们变得问题 所以只要场地适合 那么多可以来申请 新元银法健身俱乐部 建置在卫生所三楼 课程规划每班八至十人 每期三个月 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四 另外基于安全考量 对外出界对象 仅开放社区 协会等单位 不包含个人 自主性的运动设备 以及还有被动式的运动设备 那被动式是什么 因为针对长者 他不会运动 不想着怎么运动 或不敢运动 他只要站上去或是坐着 那他可以增加全身的肌肉的律动 或是手部的律动 那在这一个是强调上肢的训练 那过去大家的训练大部分都是放在下半身 那在这一块我们是兼顾长者 从上肢下肢以及腰椎主体结构的一个训练 都融入进去 长辈在凉爽舒适空间里 透过国健署认证的专业教练指导 不需担心姿势方式不正确 而产生的运动伤害 教练指导的话 他可以针对重量的调整 跟次数的调整去搭配 那我们会希望说 都已经同样花时间来运动 那我们希望给长辈的训练效果最好的话 那我们就会 教练就是很重要的角色 在重量跟主速上去做注意 然后把他推到一个 训练到一个极致 让他的效果最好这样 然后同时在安全下的状况 完成这个训练 包括呼吸动作速度变化等 都是长辈运动主义要素 才能正确活动 避免激少症的发生 为健康存资本